那么我先讲一下这个一些理论上的根据 我先讲的多一些介绍的情况详细一点 待会我们再互动 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 就是说关于如何让一些吸血管病人 或者说患有焦虑症或者心理上压力过大的病人 怎么用艺术的方式进行康复和减压的训练 西方医学中早有尝试 那么通过绘画音乐等等特别有效的就是绘画 那么前些年有一个国际公司最早出来的一套 画法大家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在很多那个店里都能买到的 叫做花园手册 就是一本一本的画册里边的拿线条画出来各种花呀叶子呀 然后呢一些人就把这些拿上彩色的笔 color把它填色 这个过程呢最早推出来的是比较适合无聊的人 被修了的人打发时间用的 但是后来发现他在心里有问题的人中间 起康复作用有很好的作用 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这十年来大概这种花园手册的商品销售量是非常大 所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项目 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好多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美 这个特别退休了的人 特别喜欢拿彩色笔在里边填颜色 好多儿童也拿这个作为启蒙的学习 对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项目呢 我个人觉得那我们的书法比这个还要高级 还要有效 因为它有我刚才讲过的书法里头有文本有情感 还有好多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书法 消除焦虑的问题 我讲一个也是我一个思考 大家知道严真卿 严真卿 我刚才看到我们今天 在来的朋友里头还有一位姓严的 严真卿呢 他的著名的行书记直文稿 我们有的叫记直稿 就是严真卿的侄儿被叛军杀害以后 严真卿呢奋笔集书了一篇 祭典他侄子的一篇行书作品 这个行书作品不是像现代书法拿出来展览的 送人的给人看的 不是 就是他自己写了 他在悲愤的情况下写了这么一篇这个记直文稿 被认为现在叫做天下第二行书 为什么叫第二行书呢 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致的来听剧 那他为什么是第一呢 很简单 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喜欢 把他封为天下第一行书了 我个人由于对言体的偏爱 我个人悄悄的告诉我自己 我说记直文稿应该是天下第一行书 我经常这么想 那么我现在思考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严真卿在岁数已经很大了 痛失之耳 严真卿又是一个国之洞梁 他的那种胸怀 他的那种气质 他悲愤的写下记直文稿以后呢 我从另一个角度讲 我认为他这个书写过程 给他自个儿呢 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对他的心理是一个疗伤的过程 他没有这个宣泄 没有这个抒发的话 他憋在心里 他可能要出问题 我们现在讲 这个丁医生是肿瘤专家 现在有一种理论就是说 肿瘤有很可能的一种程度和心里头预计一些 这不是可能 绝对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就大胆的设想 严真卿如果不在那种情况下 抒发自己 宣泄自己 写这个记质文稿的话 他可能会憋出来一个病的 所以我们讲 一千多年前的事情 另外呢 我个人 也有一些经历 我就讲实证的经历 这个 我在 刚开始讲过 我从小在我母亲的影响下 我母亲对我影响很大 他等于呢 是我的最好的启蒙老师 我母亲是南方人 也是这个 在过去中国嘛 叫做高级知识分子 但是到文化革命的时候 就被下放到最基层的农村去教小学 等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才回到大学里 那么 我父亲呢 没有被下放 因为 我父亲在学院里头 学校里头负责这个教育工作 所以算作 这个算作 当权派之一吧 就是那种 这个叫做 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这种 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朋友这个来的朋友的年龄段 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 应该知道这个过程 那么我父亲就留在 留下来在城里 种菜 每天挑着大蒜 挑着水 种菜 我母亲就下放到基层去教小学 住在一个破庙里头 四面透风 我跟着去 他是一个叫做公派教师 还有民办教师 人家晚上就回家了 那个学校呢 是一个混搬教育 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 数学什么语文都是一锅煮 一起上的 我跟着我母亲在基层待过一段时间 后来回城去上学去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母亲给我进行了这个启蒙 像私塾一样一对一的给我讲 汉塾史记 讲这里边的一些故事和历史掌控 所以我虽然是个理科生 理工科学生 但是我对传统文化有一点点基础 就是我母亲给我的启蒙 那么我母亲在农村很艰苦 这个文革以后 回城以后 我们也 我们弟兄姐妹上学了 什么都不错了 家里都好了 但我母亲就生病了 他主要原因是 他在农村吃那种 所谓的高产的高粮 完全不能消化 最后肠道堵塞 肠道出了问题 所以我母亲在 61岁就去世 就非常可惜 那么因为我母亲在我的人生中呢 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人生导师 所以她的去世给我打击非常之大 我以至于我没有办法从这种悲伤中 这种摆脱出来 因为我目前最艰难的 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带着我 我知道它多难 后来呢 那个年代呢 正好呢 这个 在某一个军区 某一个军区有一个 军区首长 山东人 他在部队里头推广一种道家的功夫 就训练特种兵 他很有效 后来呢 他等于出山 给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高级知识分子 就传授他的那种练功的方法 那么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就接触 接触以后呢 我就学了他这个功夫 那么每天定时息练 其实和现在那个坐禅有点像 和禅秀有点像 其实就是调整呼吸系统 坐姿等等 慢慢慢慢 我就觉得 每天吐纳这个息气 然后练他那个功 与此同时 我有一个老师 我系里头跟我关系很好 一个老师 他是年轻的时候在化 我是学化学的 他是在化工系统工作 我这个老师 然后呢 受到了肺部受到损伤 他呢 就是肺癌手术 手术以后呢 医生说呢 他最多一年半到两年了 虽然手术 但是呢 也是因为有这个缘分 就练了这个功夫 我这个老师 后来从清华调出去 还在这个上级 任一个比较重要的职务 他又活了12年 他又活了12年 每天坚持练这个功夫 那么我呢 也就练了一段时间 后来练了一段时间 我就把练的这个功和书法结合起来 那么我就觉得 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就走出悲伤了 这个 所以我就把 这个土纳西气 这些功法呢 也用在书法上 之所以这次 我们在一起 和丁医师在一起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提出来一个 养生养心的说法的时候 和我这两段经历是有关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